藍白河经历了长时间的波折 终于在今天上午 二次的政党协商之后 在前中的满意走的见证之下 达成了共识 接下来18号礼拜六的时候 会正式的公布 到底是侯科配还是科侯配 而在早上经历了长时间的协商之后 国民党节中央参选的侯伟宜 也来到了三三会的论坛上面 来进行发表专题演讲 而事后他也回顾刚才的政党协商 他说大家都是放下个人 而且平心尽气 来听一下黄友宜这么说 每一个人永远心中 只有一个想法 43年我永远不变的 只有信守承诺以外 最重要的是要为人民国家 找到一个新的合作的里程碑 只要为人民国家好的事情 我们一定会放下个人 所以只要大家团结在一起 就像我五年前出来选举 我自己写的 我为什么出来选举 最重要是要团结台湾 不分你我 不分执行 更不要分党派 贤警的过程当家 可以互相把里面 拿出来大家互相来做比较 但是希望贤警的过程当中 是祥和的 好 后面欢迎说整个过程 大家都是平心的静气 很轻松的心情来面对 而同时他也提到说 在过程当中 国民党是放弃了德国事 但是他没有说这是为了什么 而是说大家都是在 共同的目标下一起努力 最主要的目标就是政党轮替 以上是在台北正确框 现在时间交还棚内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